在舞台上 你们代表的是不同的个体 你要记得 在歌词里面你唱的是什么 你给观众唱的是什么 传达的是什么 这是我给你们的功课 好吧 加油 谢谢老师 崔菲老师我有个问题 我是从第一次演 就是第一场节目录制 到两场公演结束了 老师都从来没有 就是点评过我的一个人 然后我的心急 也是从一开始 就是三个星 到现在也是三个星 所以说我就一直很 其实我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平静期 我觉得 就你在所有的表演里面 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平均了 你永远都是一个样子 就你没有一个 能够让我炸到我的地方 因为走了这么久 然后经历了这么多 得到了一些东西过后 到达了一个点过后 你肯定不希望自己 比这个点更低 你肯定希望自己得到的比之前更多 或者是取得的成绩 或者是取得的成绩 比之前更好 我其实来这个节目就是想要 让粉丝看到我的进步 等了这么久 我希望我能够重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能够让他们看到我的进步 这点压力很多都是觉得 因为粉丝觉得 毕竟我是出不到的 然后来着这个节目 和一群可能一群 新人的小朋友在一起 然后可能就觉得对我的期待很高 大家来到了这里 都是一样的 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新人 我也觉得我现在是一个学生 我跟大家一样都是站在同样的一个起 一个起跑线上 放掉之前所经历的那些东西 然后去重新开始 其实我觉得我来节目里面 我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在每次公演的时候 站上舞台的那个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 最没有那么累 就是没有压力那么大 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要把我自己 学到的东西 平时积累的东西 给自己设定的一些东西 能够百分百的做到为 然后表现出来享受舞台 还有我家人也是 我觉得 我以为 因为我爸爸妈妈每次都说 你要不就回来吧 不要做这样了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 我还是得坚持下去 所以说我一直在坚持 因为我我给自己说的就是一直都是 勿忘初心 不管我自己 是得到还是失去 我都是 在最初 选择走交道路时候的那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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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感谢观看